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个性上就表现为商官主傲气 就是虽有傲气有雄心壮志 但是他的傲气 他的这种事业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求财赚钱 主要是一个求财的命 这个人呢适合赚钱 适合做生意 但是呢都是寄生 那么前半生往往就不好 往往就容易破财 但是 虽然说的商官是寄生很旺 但是呢这个人 在跟别人沟通交流上 特别是跟我的交流上 感觉还是彬彬有礼的 不会那种出口伤人 有官非口舌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一个鬼水正印 去到一个商官配印的作用 鬼水是对商官有克制的 这里有个子水 子水呢 这代表他的内心 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不会说那种心词很坏 这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这个倒没有 这是他的一个个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再说一下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身体上来说 这个大家给大家讲一下 后面我们讲 讲那个网课的时候 也会对这个身体健康啊 伤灾啊 会有一个重点的讲述 就是你看身体的时候 就不用管用神和寄神了 所以说盲派断八字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看用神寄神 就是他分析的东西不一样 盲派断伤灾还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说断伤灾的时候 他也不用看用神寄神 只看八字五行的一个力量对比就行了 如果哪一个没有 或哪一个受伤了 代表身体的母一方面不好 那么这个八字 本身来说 就是母比较弱 母弱 火旺 火去生土 然后母克土呢 也克不着 这边只有一个水来生它 母在身体上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手脚 会有手脚之伤 因为这里有个伤官是寄神嘛 这个就很明显了 所以说容易手脚会受伤 但是有阴来化解的话 所以说这种伤灾并不是很大 都是一些小灾 另外呢 木还代表肝胆 神经系统 所以说这个人肝胆会稍微差一点 只是弱一点啊 因为有水来生 并不是有这种肝病 另外呢 就是代表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的话 因为这个木是被火泄 火很旺 火又去生财 所以说这个八字 容易想法比较多 或者容易有一点神经衰弱的问题 但是 整体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灾 因为伤官被这个正印给克了 然后地支里面 这里面虽然有观星 虽然有友经 能够克甲木 但是它是观星 也是用神 它起到的是观的作用 而不是欺杀的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身体的分析 然后呢 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感情的状况 这个八字的感情呢 实际上是比较有趣的 为什么呢 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 咱们在分析感情的时候 我们在之前讲网课的时候 也讲过分析感情的一些方法 就是要看这个七星 大家要看七公 这个八字呢 七星很明显的是一个继神 因为偏财 无论是偏财还是正财 都是肯定是继神 那么就是表现为 他的妻子 对他的帮助 实际上来说 是有限的 那么跟妻子的感情 也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呢 所以曾经来看 所以曾经来看是又是 虽然七星是祭神 但是七公是用神 另外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七公它也是不稳定的 因为这里面有个子尘半合 还有一个子尘相破 这里面还有一个子尘和 子尘和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子尘丑合金 那么这个地方叫隔阂 地支有隔阂 天干呢 也有隔阂 所以说呢 感情纠葛也会比较多 感情也是一拨三折 并不顺 另外呢 走到大运来看的话 走到悟无大运 走到极丑 这个极卫大运 极卫大运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才坏印 咱们说过 才坏印 如果看家庭的话 就是母亲受渴 对母亲不敌 看感情的来说的话 极土克鬼水 叫才坏印 才坏印的时候 往往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些契约 合同 谈好的事情 最后没有结果 那么婚姻呢 也是一种契约 当才坏印的话 往往就容易代表离婚 而且这部大运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甲几合 甲几合就是正气出现了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偏财 代表情人 那么就是两个七星 地支里面呢 又由仇义相害 仇义相害 对这个妻公 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 他这部大运的时候 他跟妻子就离婚了 但是 他比较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 他的这个妻公呀 一直是一个用神来当的 所以说 虽然离婚了 但是跟妻子 还是藕断四连 有点恋恋不舍 他当时是2017年 找我看巴子的 后来到2018年的时候 就跟我说 准备要跟妻子复合了 今天呢 咱们就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这个巴子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个性的情况 还有感情 下期呢 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 这个巴子的一个事业 台运结合流年大运 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人生的 一个起伏变化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